马尔廷是澳大利亚人 是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被誉为蓝曼球最知名的有机化学家之一 韩萨澳洲时 马尔廷就专门成立了 珠澳材料结构分子研究中心 他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关心 迄今为止培养了15名中国籍博士生 马尔廷一家几十年来 都对中国保持着他们的家族态度 马尔廷的父亲赵安 在上世纪70年代曾来过中国 赵安是联合国资深地质学家 曾坚持自学汉语长达20年 受父亲的影响 马尔廷一直很喜欢中国 2014年 马尔廷教授第一次来中国 当时受邀到济南大学 做讲座学术交流 2016年 马尔廷入选了 中国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2020年1月 马尔廷正式成为济南大学的全职教授 并担任先进应用化学 合成研究院的院长 马尔廷非常欣赏济济南大学 对研究和化学合成的支持态度 先进与应用化学合成研究院 将打造成为中国一流和国际领先的有机合成研究中心 人才培养基地 基础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并联合培养博士生 硕士生 引入国际化人才 马尔廷认为 中国的商业社会和环境 为发展有机化学 提供了很多很多机会 具备进行科研不可多得的重要要素